欧阳娜娜22年短暂的人生可以分为两段 一段是14岁之前可爱努力鲜活 被所有认识的人称赞是天才小提琴少女 一段是14岁之后误入演艺圈因一部电影而成名 一脚从艺术圈跨进娱乐圈 口碑一点点崩塌从此再也难以回头 14岁对欧阳娜娜来说仿佛是一堵魔法墙 穿过去就被改变了人生 从优雅的大提琴少女变成万人闲的营销咖 如今却为了赚钱干这种毫无下限的事 到底是谁一点点毁了欧阳娜娜 她10岁就打下了天台大提琴手的名号 一年后11岁的欧阳娜娜参加全台大提琴比赛 并顺利拿下冠军 一夜成名12岁就举办 办了自己的个人巡回音乐会 13岁就收到美国科蒂斯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美国科蒂斯音乐学院可不是坊间的哪些垃圾学校 他们学校的老师都是当代最杰出的音乐家 采用的也是名师一对一指导 因此才培养了大量的艺术家 该学校一年只招收160个学生 而且提供全额奖学金 意思就是说只要自有天赋和才华的人才能被录取 所以13岁拉大提琴的欧阳娜娜到底有多优秀 不言而喻 如果按照这样的人生轨迹走下去 漂亮 婉约 有天赋的欧阳娜娜势必会成为第二个朗朗 艺术生涯将让她受用无穷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 一年半之后欧阳娜娜就选择了退学 从此踏入了乌浊的娱乐圈 恰在此时 陈思成对欧阳娜娜抛出了橄榄枝北京 爱情故事开拍在即 片中需要一个纯纯的女生和刘浩然 演一段纯美的初恋故事 陈思成就描上了欧阳娜娜 最终该片收割了四亿票房 欧阳娜娜也凭借纯美的刘欣扬走红 初次尝到走红的滋味 一切都像命运的安排来的刚刚好 2015年欧阳娜娜从克里斯音乐学院辍学 正式转入娱乐圈发展 从此口碑两极化 人生也被分割 北爱宣传期间 欧阳娜娜去上快乐大本营 因讨喜的性格受到何炯的关注 随后被邀请去参加偶像来了 那一期的偶像来了有林青霞 而林青霞是欧阳娜娜姑姑欧阳飞飞的好朋友 所以全程对她照顾有家 两人的互动也很爱 顺带就圈了一波粉 可是欧阳娜娜的陶希演艺生涯貌似 就直不于此 再也无法向前了 因为她的演 演技实在是太拉胯了 2016年郭敬明要求欧阳娜娜做女主角 搭档陈雪东出演了时尚爱情剧《世上先生》 剧中的欧阳娜娜全程摇头晃脑 装傻卖萌 简直尴尬到扣出武师一听 她也成了全网的笑点 有网友质问她放弃艺术人生 放弃大提琴 放弃完美人设 就为了演一个智障 一瞬间天才大提琴上演的光环全部退去 欧阳娜娜成了毫无演技的陆小葵 可不天盖地的舆论并未减少欧阳娜娜的流量 她的综艺资源和电影资源依旧不断 先是搭到刘德华 黄晓明出演了《王牌对王牌》 又主演了奇幻电影《美好的意外》 还登上了演员的诞生和《王牌对王牌》 日常行程步步紧凑 口碑和人设也步步崩塌 而她崩塌的主要原因 除了演技差还因为绯闻满天 别看欧阳娜娜年纪小 可是她的交际能力非常强 每三演一部电影就能收割好几个哥哥叔叔爸爸 而且她还能利用这些关系打入新的圈子 几乎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倒在三演北京爱情故事时 她和刘浩然就传出过绯闻 虽然那时的她年纪很小 可却能死死拿捏住刘浩然 甚至公然甜蜜互动 两人会私下出去吃饭 刘浩然会给她买喜欢的糖葫芦 更甚者让欧阳娜娜骑在她的脖子上 2015年下半年餐饮破风时 彭于燕 崔史源 豆霄也被欧阳娜娜圈粉都曾从开力挺她 那段时间小姑娘先是和彭于燕传绯闻 接着又被崔史源公开表白 我会等你六年 而欧阳娜娜则晒出了崔氏原送的手链 随后和豆霄上综艺 在南方有女友的情况下 公然跳到豆霄身上 对方也亲密地抱住她 两人的关系异常亲密 2016年拍摄《世上先生》时 陈雪东全程围着她转 甚至在欧阳娜娜被剧本时 主动给她修剪指甲 关系到底多亲密无需多严 后来两人在某次活动中遇到 欧阳娜娜直接飞奔扑到陈雪东身上 旁边的女嘉宾看得一脸尴尬 这一年还有一部叫《机器之血》的电影 也让欧阳娜娜收获颇风 这部电影虽然没让她交到新绯闻男友 但却认识了成龙和罗志祥 虽然在一年拍摄宣传时间里感情剧增 后来成龙客串了欧阳娜娜的MV 面很大 作为老乡的罗志祥 更是毫不吝啬对欧阳娜娜的照顾 两者低歌妹情也很动人 接着就是2017年的《秘果》最靠谱绯闻 男友陈飞宇上线那段时间里 线上的宣传活动 两人互动亲密 欧阳娜娜动不动就靠到陈飞宇身上 看起来自然亲密 在线下两人也被拍到一起吃饭约会 甚至还被网友在国外偶遇过 关系暧昧不止 不过后来夜内传出了 陈宏不待见欧阳娜娜的传闻 两人的绯闻也不了了之了 2018年欧阳娜娜参加王牌对王牌 又认识了小哥哥王源 两人时不时就晒一晒同款饰品 那段时间他们俩的绯闻满天飞 欧阳娜娜还曾晒出过王源的新歌 所以外界一致传言 亲爱的和姑娘是写给欧阳娜娜的 虽然这些恋情瓜没有实锤 但却可以从侧面证实了欧阳娜娜的交际能力和朋友圈之广 也间接让她开拓了另一个圈子民怨圈 有那么一段时间 欧阳娜娜经常和华裔千金王文也要来千金几美 和华为公主亚安娜凑在一起 还时不时就晒一下亲密照 这几位想当当的姑娘可以说没有一个省油的灯 他们之所以和欧阳娜娜玩到一起绝对是有原因的 后来几个姑娘脑白了之后 王文也才透露是要来千金凄美和喜欢陈飞宇 而欧阳娜娜正在合作 所以答应帮千金追求陈飞宇 几人才玩到了一起 可是后来欧阳娜娜不但没有帮到大千金 还自己和对方搞起了暧昧 这才惹恼了千金团 几个人的闺蜜情也分崩离析了 王文也一向敢说敢言 还在网上内涵过呀娜娜 而且言语间很难听 然而拉胯的演技一段段说不清道不明的绯闻 并未真正让欧阳娜娜的口碑跌落谷底 她接下来的一系列没有分寸感 毫无界限感同时养好几条鱼 无脑养小奶狗的操作才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仪 跟稻草 虽然欧阳娜娜的妈妈在培养她的艺术天赋上下了不少功夫 可是在培养女儿的基本认知 分寸敢把握上却欠缺了一些火候 从初到之初 她就和每一个合作的男艺人关系亲密 什么雄暴 刮暴 跳暴 暧昧 无嘴 害羞 发肩膀等小动作一直不断 让人看着就不舒服 其次是上综艺时直言自己戴的衣服不够 而周扬青明确表示 我可以借给你的情况下 她却转头就穿上了范澄澄的衬衫 给人一种暧昧不明的感觉 在未经过陈伟霆同意的情况下 大肆进入男生的房间 是戴对方的饰品 是穿对方的衣服 最后竟然穿上了对方的睡衣睡裤 在和陈伟霆互动时 直接喊对方为爸爸 搞得陈伟霆一脸猛 明确拒绝后 欧阳娜娜依旧不改言语 略显轻浮 让人反感 这几天 致命一记刘大锤晒出照片和视频实锤 威亚娜娜和宅子露的恋情 引发了坊间的关注 早前欧阳娜娜的新歌MV143中 宅子露就是男主角 两人看起来确实很有CP感 可是宅子露不管是长相 资源和咖位都比欧阳娜娜低一大截 也引发了粉丝们的不满 根据刘大锤晒出的证据看 男方一直没有工作 完全是靠欧阳娜娜在养着 女方去工作时 男方有时会跟着在保姆车里等 有时会在家打扫卫生做饭 完全是一副软饭男的样子 粉丝们因此嘲讽欧阳娜娜 有本事你谈个好点的人 粉丝们还愿意帮你遮掩 你找个这样的 是有多么空虚寂寞冷啊 我们连公关费都懒得给你出 粉丝们对欧阳娜娜不好好工作 不认真拍戏的工作态度 常失望也出现了大批量脱粉的情况 然而更让人意外的是 欧阳娜娜小小年纪一边在谈着地下情 一边却还养着鱼 这条鱼叫吃OPS 曾参加过恋爱综艺并且牵手成功 但转头就和女生分手了 据说是为了欧阳娜娜 男方一直非常喜欢欧阳娜娜 只要女方有事 CEO是随叫随到 甚至女方的家人来内地都是CEO 全程照顾和接待 2022年初 威亚娜娜搞跨界艺术展期间 CEO全程陪同 女方没有时间 CEO则放弃了所有空闲时间 一直忙了很久 就连刘大锤都看不过眼 直言CEO是悲情搞笑男一枚 言语间很可怜他 而CEO竟然是在刘大锤 晒出欧阳娜娜和宅子路的同居视频后 才知道了女方已经恋爱的事实 在微博差点精神错 好在这下真相大白了 痴情男保姆可以下线了 女方可以放心大胆的恋爱了 明明可以做一个大提琴艺术家 或者好好锻炼演技 做一个好演员 可是偏偏年纪轻轻越走越歪 最终让自己的完美人设彻底崩塌 好在这几年的欧阳娜娜因为立场坚定 备受官方力捧 时不时就能上一些重大晚会 目前看来还有挽救的机会 如果当初没有退学 说不定现在的欧阳娜娜 已经成了全球知名大提琴演奏家 可惜现在的大提琴 已经成了欧阳娜娜的摆拍工具 再也没了以往的艺术性 而且人生从来没有如果 错过的东西永远也不可能回到最初 幸运的是欧阳娜娜才刚22岁 如果能沉下心好好练习大提琴 慢慢锻炼演技 放下迫切赚钱的心 一切还有机会 但她偏偏不 近日 22岁的威亚娜娜也学着别人 自创了一家专门卖睡衣的服装品牌 用自己的小明娜迪来命名 哪笔睡衣就这样横空出世了 可让人想不到的是 哪笔睡衣一上线就引来吐槽生一片 因为睡衣的定价真的是太高了 一件很像酒店一次性睡衣的白色睡袍 定价竟然是9888元 还有眼罩148元 兔子玩偶388元 很普通的睡衣套装也要988元 价格虽然高 但也不至于很离谱 如果质量和价格相等 大家也不会说什么 很离谱的是这质量根本对不起这个价格 有网友收到衣服以后吐槽 衣服质量真的是差得很离谱 148的眼罩不遮光 不如某宝9块9包有的质量 兔子丑得要命 身上还有生产的毛料残渣 家里的拖鞋都比它好看等等言论 不得不说 欧阳娜娜现在在做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